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一生都记得那一年很幸运我们一起吃团年饭 我妈终于证实了是有老人痴呆症 那段日子过得很辛苦 我读书做功课每晚都做到凌晨五点 六点多钟就管理员打上来了 你妈又搬了东西准备走了 原来她有幻觉 她觉得她依然寄人离下 所以她想走 于是我又下去和她搬了东西上来 和她讲道理 妈妈, 你可以清福吧 不要再搞搞震 这段日子很辛苦 因为说极她都不会明白 因为她是一个病人 但后来我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道理没什么用 因为妈妈的生理和心理已经改变了 于是我很努力增加她开心的记忆 令到她没时间想伤痛的记忆 什么都遷就她 那段日子我们过得很开心 还记得零四年的年三十晚 我们趕得像吃一餐团年饭 但是零五年的年三十晚 就是她出殡的日子 我们永远都不能再吃团年饭了 零五年成为我人生最伤心的一年 陪伴我半个世纪的妈妈 离开了我 零五年也是我最开心的一年 我碩士毕业, 拿铭鱼勳章 神为什么这么不公平 妈妈仍逸一生不可以和我拍一张照 分享我的开心 原来神不是这样的 他关了一扇门 还开了两道给我 一道让我的女儿进来 一道让我的儿子进来 我的女儿在这一年出生 其实那一年的时间 那一餐的团年饭 已经是我额外的花红 人生何必问那么多 为何呢 与其去问, 倒不如去学 学下不求拥有得多 但求计较得少 对别人好些, 对自己好些 上天一定不会代博你